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通人工作30年嘛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你们工作也要工作一年 一年12个月 那今天我在这里写的呢 就是4000块的月薪 其实昨天晚上呢 我有去看看了我们马来西亚的GPD Per Capital 其实4000块呢 是已经超过了 其实我已经是讲多了 4000块 这薪水 刚刚毕业的人其实也没有4000那么多 那在座的各位可想 知不知道这样的薪水 这样的工作4000块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你们知道吗 那我来算给你们看喔 你看啊 你做工30年 一年做工12个月 每一个月4000块的薪水 其实在这30年里面呢 你可以赚取144万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是吧 不过这里有多少个百万富翁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喔 这个人呢 他赚了144万 你有看到那个图片吗 虽然他蛮帅的 不过呢 他还是很有压力 赚了144万 为什么还那么有压力呢 因为他知道这个144万根本没有办法让他承担他的未来 为什么这样呢 来 我算一算 你们大概可以知道了 名以实为天嘛 对不对 每个人都要吃 一天至少吃三餐 那今天我算一下你们吃的东西 一餐八块钱 其实我也是很将就的去算 我怕那个号码算太大的话 大家吓到对生活的压力太大 那八块钱呢 其实前几天 我有试试去杂菜饭店吃一餐 我只是拿两肉 一菜十多块 然后还没有买水喔 那个水呢 也要吃他给的那个水茶 也要十多块了 那今天这个八块钱呢 其实也是很保守的在计算 那我算保守的就好 八块钱一餐 一天你要吃三餐嘛 对不对 然后吃了三餐之后呢 你每一天也要吃嘛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那请问一个人大概吃了多少钱了一年 吃三十年的话喔 因为我们该算三十年嘛 三十年你就吃掉了两百六十二千 刚才你赚了一百多万 在吃里面呢 你就已经花掉二十六万了 那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家庭嘛 对不对 有结婚 结了婚之后呢 你也有孩子 然后一个孩子呢 吃多少钱啊 一个孩子也吃两百六十二千 当然现在很多人的提倡就说 生孩子的话就要生一对 最好是一男一女 像爱生这样 是最好的 那生两个的话呢 大概多少钱你要花啦 生两个的话你就五百二十五千喔 那如果是你和你的太太呢 两夫妻都要吃饭嘛 不可能你吃你太太不吃 两个人都要去吃东西 那吃的话呢 又是一笔五百二十五万 那如果我再计算 养育你多年的父母亲 养育你太太多年的父母亲 这个真的不敢算 总没有人他会说嘛 好彩我的爸爸妈妈死掉了 少养一个 不用花那么多钱 不可能啊 当然是希望他们 越长命越好嘛 对不对 不过今天 今天这些我都还不要算 你自己的父母亲 你太太的父母亲呢 这些我都还不要算 因为再算下去我就不知道怎样算了 OK 我就算这些就好了 今天单单这一些呢 你就已经吃掉一百万了 你该赚多少钱 一百四十四万做工三十年做到你死 然后你吃就吃掉你一百万了 而且是吃不是很好哦 八块钱而已哦 甚至不可以买蛋糕哦 因为买蛋糕的话八块钱不够买哦 所以人生极可悲嘛 对不对 然后我还没有算什么 这个真的是吓死宝宝了 你看他也吓到 我自己也吓到 那你看我从头到尾 我算你赚的钱 然后我再算的钱 就算你吃的东西而已嘛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算 这些基本的 对 基本的东西我还没有算 我还没有算你住的 就算你是租屋子 或者是你买屋子都好 这些我都还没有算下去 交通我也还没有算 就算你自己本身没有买车 你只是坐Grab Car 或者搭taxi 或者是搭巴士都好 那些也要钱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教育费 孩子的教育费也还没有算 然后还有你自己的健康呢 因为做工做了三十年 健康也出问题了 然后再来就是旅游呢 总要至少一年去一次旅游嘛 对不对 这些我通通都还没有加下去 如果再加下去的话呢 我怕你的生活的压力会更加大 因为这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得到 三十年的努力 到了最后 你买到的是什么 除了一生的债 也没有什么东西 还有病痛 对 一生的病痛 还有一生的债 那这三十年呢 基本上你也没有得到什么的东西 那来我看看 今天你们来对地方了 可能有些人呢 他会觉得今天我是被我的上限 或者是被我的朋友绑架过来的 被强迫过来的 被威胁过来的 不过你要感谢那些绑架你 威胁你过来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今天把你带来的一个对的地方 把你带来了改变你人生的一个地方 那你看看哦今天 今天爱多美呢 他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未来 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机会 可以去改变你的未来的话呢 那你愿不愿意去行动 就看今天了 当然愿意嘛 谁说不愿意的 对不对 yes 在你们看这张照片 哇 这张照片 大家每个人看到这张照片 那时候都很爽啊 哇 坐在那边翘脚一下 然后那个钱就一直掉 一直掉一直掉 那个电脑开在那边 看TV一直升 一直升一直升 太瘦了 对对对 然后呢 其实有些伙伴呢 他看到这张图片过 他告诉我 喂 艾胜 你不是想经营爱多美的话呢 可以经营到很轻松吗 对对 这么这个人好像很局势这样 还要穿西装打带 其实他平常天 真的是短裤背心的 不过他知道今天要来见各位 所以怡勇还是要整理一下 刚才我们的李胜元博士 有讲了嘛 对不对 要dress up 所以他今天穿得特别漂亮 对 所以你看这张图片的话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你会看到财务自由 因为那个钱一直掉 一直掉 然后再来呢 就是时间上面的自由 他可以这里去度假 那里去度假 像我们有时候经营爱多美的成功领袖 有时候你会看他的Facebook 他跑去印尼啊 跑去台湾啊 跑去韩国啊 其实他也是在旅行 在旅行的当儿 他也是在经营着他的事业 PV也是一直的在上 然后再来呢 就是没有压力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享用时间上的自由 你再可以得到财务上的自由 请问谁不想要 大家都要吗 对不对 如果这些东西都有的话呢 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它 就是爽 爽 大家都要爽 对不对 对 还要 这样的生活 有谁不向往的 没有 大家都要嘛 对不对 所以每次我会跟伙伴说 在爱多美里面 用心去经营他一个 两年到五年的时间 你都可以拥有像他这样的生活 或者可以在旁边 再站多一个美女也说不定 那今天机会就来了 机会是什么呢 机会就是爱多美 那是不是加入爱多美之后呢 我就可以像刚才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小鲜肉一样 就是天天坐在那边等钱掉 并不是哦 你加入爱多美之后呢 你第一步最重要的 就是要成为一名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大家也知道 当你成为一名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的时候呢 你的收入每个月大概 都会有八千到一万五 在马来西亚的话 如果你不嫖 你不赌 你没有不良的嗜好 八千到一万五 其实很足够一个家庭的生活 不是大富一大顾量 不过八千到一万五 基本上呢 家庭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压力 就算在吉隆坡 那如何成为一名 自动型销售大师呢 就是 你本身呢 个人累积要有七十万 然后呢 你的团队 左团队 要有两百五十万 右团队也要有两百五十万 而且是要在 一个周期里面完成 每个月有两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呢 就是一号到十五号 第二个周期呢 就是十六号到业尾 在一个周期里面 完成销售大师 然后在每一个周期 你都可以合格销售大师 那你就可以成为一名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而不是 你成为了销售大师之后 那你每个月都没有合格 你都可以有八千块 这并不是 是每一个周期 你都要合格成为销售大师 那你就有八千到一万五左右的收入 所以今天呢 我就请来了 Baby Boss 来跟大家讲呢 自动型销售大师的重要性了 你看哦 当你成为一名 自动型销售大师之后呢 因为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 可能昨晚看了 我们的尊王大师的 晋升仪式 然后觉得 这个八千到一万五 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都很想得到那个四百万嘛 对不对 不过其实你要成为 尊王大师的第一步 你还是要从一名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开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哦 当你成为一名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之后呢 你简单的 像我刚才说的 你的合理的家庭 开支 你都不需要再去担心了 你都可以放心的 去经营你的事业 没有后顾之忧 再来呢 就是既然有了固定的收入 你就有充分的时间 去经营你的市场 像现在这段时间 爱多美即将开的两个国家 是哪里呢 就是越南和印尼嘛 对不对 很多人都想说 我很想跑去印尼开市场 我很想跑去越南开市场 那如果你本身自己 一点资金都没有的话呢 那又如何去跑国际市场呢 所以当你成为一名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之后呢 至少它可以让你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可以去跑国外的市场 你有充分的时间 那你有充分的时间 有足够的金钱的话呢 当然你的营业额也会持续的增长 这个是连关性在一起的 再来呢 就是你又拥有了一个被动式的收入 而且你的收入会一直一直的增加 你的生活就有了保障 所以一个那么普通 有些人会说销售大师 是在七个等级里面 七个阶级里面最低的一个等级 销售大师 为什么他如此的重要 这个就是他的重要性了 虽然每次我会跟伙伴说 其实爱多美不只是有七个阶级 爱多美其实有八个阶级 第八个阶级就是销售大师 那些人做做一半不见调的 那个叫销售大师 这个是开个玩笑 那时间呢 他是没有办法导流了 或者是时间也没有办法停留 就看你自己如何去运用 这段时间 爱多美在马来西亚 已经开业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有些伙伴 有些会员呢 可能是连成功学院都没有来参加过 或者一直研讨会 都没有去参加过 那我有一句话呢 我很想送给这类型的伙伴 你是不是要等到 爱多美的官网 卖那西勒马了 你才看懂这门生意 你们听清楚吗 你们是不是要等到爱多美 卖那西勒马了 你才知道爱多美这个生意 是那么的棒 那么的强 爱多美可能也会有这一天 你不要让自己一直在等 我就等我的伙伴做成功先 我就等他做成功先 我就看他能不能做 那能做了我才去做 他能赚钱了我才去经营 那如果你等 你一直等下去 真的是等到有一天 那西勒马真的是在爱多美网页上面卖的时候呢 你吃就好了 你不要去经营了 这些钱呢 就让早两年前就已经看懂这门生意的人 去赚就好了 所以呢 爱多美是一个非常棒的生意 每一次你的上线 你的伙伴都会不厌其烦的 告诉你爱多美是一个非常棒的事业 那今天我在这里也要告诉你 爱多美是一个非常棒的事业 只是在于你看得懂不懂而已 我选择把时间 放在爱多美 让爱多美这五年时间里面呢 用心地进行爱多美之后呢 它可以成为一个三代的被动式收入 因为这两年 这三年 这四年 你还是会过 时间还是会慢慢过 有些人就觉得 加入爱多美之后 可能我觉得钱会比较慢赚 那我加入来干嘛 那我为什么要去加入爱多美 那我想问问在座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加入爱多美需要任何的钱吗 不需要嘛 对不对 那你在加入爱多美之前 你有刷牙 有洗脸 有洗澡 有洗衣服吗 都有嘛 对不对 那你加入爱多美之后呢 你是不是也是一样 洗澡 洗脸 刷牙 洗衣服 有任何差别吗 做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差别的 你还是买回这些东西来用 只是换一个牌子而已 那就算两年 三年之后呢 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么高的收入 你也没有损失半毛钱啊 因为这个钱你还是要花的啊 对不对 那如果那个不好彩 这两三年里面 给你成为一名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自动型的钻石大师 就是因为只是买一些牙膏 牙刷 洗衣粉来用而已 每个月有两万到三万块的收入 那你就赚翻了 完全没有损失的一门生意 如果你赢的话 你就赚翻了 你为什么要拒绝它呢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今天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更加看得清 看得懂爱多美的这一个事业 再来呢 每一次跟伙伴分享的时候 这个是小小的tips 因为今天我会有几个tips 因为有些tips我甚至在中心呢 甚至连我自己的伙伴 我都没有说过 不过今天我会在这里讲 所以在座今天我来的呢 就真的是赚到了 你看哦 有的时候呢 有些伙伴呢 他会告诉我 说艾胜 我出去我很难跟人家 介绍爱多美咧 我很难去卖爱多美咧 我跟他讲这个 讲我们爱多美的牙膏啊 讲我们爱多美的11分啊 他都讲他家里有的 那我怎样去卖给他 那我很想问在座的各位 谁的家里没有 谁的家里没有 都有嘛 对不对 我们只是把一个很好的产品 介绍给他 你不是在卖他东西 如果你每次去见伙伴的时候 你都是带着 要去销售的心情 你很有压力 因为你要卖他东西 那如果今天 你只是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 去见另外一名消费者 那你只是告诉他 哎 消费者 我用了这个牙膏 很棒的 很好用的 我刚刚买不久而已 很好 很不错 我想介绍给你用一下 好不好 价钱也很便宜 就那么告诉他而已 或者说 我一个伙伴 每天嘴巴会生凹色的 不过用了我们爱多美的 Propolis风胶牙膏之后呢 他生了凹色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了 真的很有效 我看你每次有深奥色 我想把它介绍给你 就是用这种普通的方式 很对话式的方式 很消费者的方式 去把爱多美的事业 介绍给另外一个人 就是那么简单 你就不需要有压力了 因为我们永远知道 花钱还是赚钱比较轻松 当然是花钱比较轻松嘛 对不对 当你和另外一个消费者 在分享花钱的时候呢 你也会变得特别轻松 如果你第一次见面 就跟他讲 兄弟我介绍你一个生意 可以赚很多钱的 那人家听到赚钱 就很有压力了 不过如果你把这个产品 介绍给他的话呢 只叫他用产品而已呢 那他就很开心 你看我在这里 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在爱多美还没有落地之前呢 其实我已经有在开始 分享爱多美这个产品 给我身边的朋友 那第一次我去 做home party的时候呢 因为我没有坐过船直销嘛 去做home party 我不知道怎样坐 那我去做home party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 每一个家庭主妇 他的老公的眼睛 看着我 都很有敌意 你又 帅是一件事啦 不过 他们那个敌意呢 是来源的 在那里呢 这一个人来我家 又不知道介绍 我老婆买什么东西了 又不知道要叫他 花多少钱了 因为每个searchman去他家 都是要花钱的嘛 对不对 那第一次很有敌意 真的 那第二次去之后呢 他的老公呢 180度转变 你几次再来 我就奇怪 为什么 为什么差别那么大的 第一次我去的时候 他的眼睛很有敌意的 第二次去的时候呢 他好像爱上我一样 问我几次会再去 那我就很好奇 我就问他 怎么你突然间 突然间这样想我来呢 因为他说 我跟你讲 自从你介绍爱多美 给我太太之后 以前啊 他买一只donner 四五百块 现在他买整套六件处才三三九 我省了很多钱 你最好多一点来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会很害怕 去做home party 去分享给伙伴 可能你会很害怕 我第一次的时候 以为我也很害怕 可是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呢 我感觉上 我不只不害怕 而且呢 我好像是一个 在做这个很神圣的任务 就是我去帮他们 把家里的钱 省下来 省下来的当额呢 他分分钟都还可以赚钱 对不对 所以爱多美是一个 非常棒的事业 所以你是以一个消费者的角度 去跟朋友分享 去跟伙伴分享的话呢 他会来得更加的容易 再来 如果你要成为一名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当然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有一群的 自动型的消费者 那你如何去创造一群的 自动型消费者 首先呢 每次我去伙伴的家的时候呢 如果他有邀请 我去做Buddy 我第一件事情呢 我就先跑去他的厕所 看一下 然后再来呢 就是跑去他的厨房 再看一下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不是要买他的屋子 我是要看一下 到底这个伙伴呢 经营爱多美 有经营多的认真 跑去他厕所 如果呢 连牙膏牙刷都不是爱多美 连shampoo conditioner都不是爱多美的话呢 基本上我不会再去那间家了 那确定了 他的厕所 很多爱多美的产品 那我会再跑去他的厨房 看一下 到底他厨房 有多少爱多美的产品 因为如果你这样算一下 这两个地方 如果你真的是很认真的 在经营爱多美 你是一个很认真 很全职的消费者的话呢 这两个地方呢 你至少会有50 到70种爱多美的产品 那如果通常 我去一间家 我瞄 看了之后呢 有20种以上的产品呢 我就觉得他合格了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自己是不是一名合格的 自动型消费者的话呢 那首先第一步呢 你今天回去 第一件事情 你就要算一下 到底你有没有20种 爱多美不同的产品 如果你有20只 disitrogen的话 那只算一种 那个不是算20只 你只有一种而已 那你要去算一下 那天呢 我有自己稍微算一下 因为我要讲20种嘛 有时候我讲得出来 我一定要自己要做到先嘛 所以当我在跟伙伴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一点心虚的 哎呦 死了 不知道我有没有20种 我讲出来 然后结果第一件事回家 我就去算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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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种爱多美的产品 在我家里 那如果 其实这106种呢 我都没有特别的强迫 强迫自己去买啊 就只是平时 要买的东西 把它转换成 爱多美的产品而已 就是那么简单 就有106种 如果我再坚持的 再去买多几种产品的话呢 基本上两三百种 都没有问题 那还有就是呢 正确的传递 使用的方式 当你的伙伴问你的时候呢 你要以正确的方式 去跟他讲 以你自己本身的体验 当然如果你要有 自己的体验的话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本身自己有用过 像之前 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个 有听过那个 Hemohem的笑话 之前有说过嘛 对不对 像有一个下线呢 他就不懂 Hemohem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就跑去问 他的上线 上线啊上线 Hemohem到底是粉的 还是水的 然后那个上线 没有用过Hemohem 他就想到 应该像probiotic这样 粉的 Hemohem是粉的 然后他下线就跑去 买Hemohem了 买了Hemohem回家 打开的时候 怎么水跑出来的 明明我的上线 就是跟我讲是粉的 为什么是水的 他就打电话去 问他上线 上线 你不是想 Hemohem是粉的吗 怎么变成水的 本来是粉的 可能是因为 马来西亚天气太热 它涌掉变水了 所以如果你说 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尴尬不尴尬 如果你本身自己 都没有用过 这个产品的话呢 那你乱乱的去分享的话 就变成传达的 那个使用的方法 还有传达那个讯息 就不正确了 还有前几天呢 或前几个星期 有一个下线 他就来问我 他说 艾胜 我听人家讲 喉咙痛啊 如果把我们的 那个风胶牙膏 泡水来喝的话 会好得特别快 那我就 我就听了 其实我忍着 我就听了 然后我就去问 我的孩子 比你过来 我问你 牙膏可以喝吗 他就讲 爹地你神经病的 牙膏拿来刷牙 怎么拿来喝 连小孩子都懂得道理 我们大人为什么不懂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分享产品的时候 我们不要用 特别夸张的方式 去给人家说 喉咙痛 喝牙膏会好的 这个是不可以喝的 牙膏是不可以拿来喝的 或者是 有时候呢 上次二月份新年的时候呢 我的中心 因为我是大城堡中心嘛 我的中心呢 我就看到很多伙伴买货 那个二月份中心来的最多货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的dis detergent 其实那时候 我还有一点担心 因为我看到有些伙伴呢 一买就买一打 十二支 我那边想 他们会不会是因为 看到那个dis detergent 前面有一个lemon 他们以为是新年 可以泡水给人家喝的 所以每一个伙伴 来拿那个dis detergent 那时候我就要跟他讲 这个除了洗碗 你还可以拿来洗地 我要跟他们讲 这个是拿来洗碗洗地的 我多担心 他们真的是拿来泡水啊 所以呢 你们要自己 亲身地去体验的产品 你用了产品 你就可以用很正确 很容易的方法 去跟你的伙伴分享 再来呢 就是学会 自己自动上网购买产品 这个是我讲了 这里我就给大家 一个小小的tips 你看哦 有时候呢 你们看 学会上网购买东西 这一件好像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 他背后的阴谋很大 他的阴谋在那里 我会把它讲成阴谋 你看啊 你看今天 如果你今天叫你的朋友 因为有些人我懂嘛 他们要买东西 都打电话给上线的嘛 上线上线我要买牙膏 你帮我买 上线上线我要买洗脸霜 你帮我买 对不对 很多人都还是这样做嘛 不过你要让他们 成为一名自动型的 会自己上网购买产品 它重要性就在这里 今天如果你叫一个人 打个比喽 老婆要买酱油 他跟老公讲 老公 等一下你去 Tesco帮我买酱油 那个老公去了 Tesco 他就真的是买酱油 他就回来了 对不对 那如果 今天那个老婆 自己想买酱油 他自己去Tesco 他去买酱油 你觉得他 把那辆车 推出来的时候 真的只有酱油吗 是不是不止酱油啦 其实这个 我自己本身有体验过 那天呢 我在家里 因为我的孩子跟我讲 他是shampoo用完了 我就想买shampoo 我就上网去买shampoo 看到shampoo 想想一下 家里牙膏好像也要玩了 再点一下 牙刷剩两只 OK再买一盒 这个好像没有试过 再买 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 我checkout的时候 一千多块 本来我只是想买 60多块的shampoo checkout的时候 一千多块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教会 每一个下线 本来他想上网 只是购买一个东西而已 他学会自己上网 他去上网 click一下 click一下 这个比去Tesco 买东西更容易 只是坐在那边 click一下 而且还不用给钱 银行给 用credit card刷一下 银行给 下个月才来烦 所以这一个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阴谋 所以你要把这个阴谋 实现在你的伙伴的身上 你要教会他们 自动自己的去上网 购买产品 你得到的PV 你会发现到 突然间多了很多 然后再来 你要教会他们 如何上网去注册 新的会员 要不然的话 每一次他跟人家介绍了 像今天 如果你去见Mr.A Mr.A跟你讲 你要注册会员 可以 让我 打电话给我的上线 叫我上线 现在过来这里见你 然后帮你注册会员 或者是你去见Mr.B Mr.B他说 可以啊 你要注册会员 很简单啊 现在我就做给你看 然后我还顺便教你 如何去注册新的会员 那以后 你还可以注册 自己的新会员 那Mr.A跟Mr.B的 差别就很大了 一个就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Recruit到新的会员 一个还要等人家 来帮他Recruit 所以 这以上这些种种呢 你都要在四 到八个星期内 完成它 虽然看起来呢 并不太容易 也并不太难 那有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他会想 Eyston 你跟我讲 要用一两个小时 去教那个人 如何上网购买东西 或者是教那个人 如何去注册会员 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他跟我讲的话 我两分钟就搞定了 怎么我用两个小时 去教他呢 那这里我再跟你算一下 我数学蛮不错的 我又用数学 来跟你算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算了 你的那个 一年的所得费了 对不对 再给你算一下 你每一次下线 如果要去注册新会员 你都要花两分钟的话 那请问三十年 你要花多少个小时 然后呢 你还要把这一份工作 交给你的孩子 再交给你的孙 去帮他们注册新会员 以其这样做 倒不如我花那一两个小时时间 去把它教育起来 让他以后自己 可以去注册新会员 这样来得 不是更加划算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只要你在 四到八个星期之内呢 你都可以 让你的伙伴们 完成这几样工作呢 他就可以成为一名 自动型的消费者 当你有一群 自动型的消费者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成为一名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那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的条件是什么呢 需不需要你像Ison那么帅 不需要 OK不需要 需不需要你读书特别高 也不需要 他有没有看年龄啊 也没有 他看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首先呢 你要有清楚自己的目标 在自己的目标里面呢 我有把目标分为短期和长期 通常呢 我会告诉大家说 短期的目标呢 就是成为一名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也相信大家 大家也看过了嘛 成为了一名自动型的销售大师之后呢 我有八千到一万五的页收入 那以着这个收入的话呢 我可以更加放心的去经营市场 然后呢 长期的目标呢 当然就是以 Royal Master或以上为长期目标 因为那个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通常我会跟伙伴说 三年到五年的时间里面完成呢 也还挺不错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学会如何的去分享 不要每次都说 哎呀我又不懂介绍这个东西 我又不懂那个产品 我又不知道怎样去介绍 我不知道怎么去讲 哎呀我不要去见啦 上线你跟我一起去啦 OK 首先介绍产品呢 很简单啊 像刚才我已经跟大家给了几个例子嘛 如何去介绍产品 就是你不需要 从A到Z跟大家讲这些产品的 好像如果一天 我跑来跟你介绍产品 我会跟你说 这个产品那里制造 它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 多巴仙多巴仙 它是如何制造 整个过程跟你讲到完 讲了两个小时之后 很仔细 请问两个小时后你还记得什么 你什么都记不得 不过如果今天我来跟你介绍 我们的牙膏很棒 那如果你嘴巴生凹色的话呢 你用它来刷牙的话 凹色次数会减少很多 我的伙伴已经经历了 那我的孩子平时刷牙会流血的 不过用了我们牙刷之后呢 他会保护那个牙龈 没有那么容易流血 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分享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 我们爱多美的拉面很好吃啊 有五粒土豆在里面的 吃了也有饱饱的满足感 也特别好吃 也有营养特别健康 妈妈也放心给孩子吃 这样就好了 你不用跟他讲 制造过程是怎样的 里面有什么东西 多少巴仙压了什么东西 不需要 用这样的方式 去跟人家分享就可以了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跟进 因为我知道呢 很多人有时候呢 他会去见了新伙伴 他会 通常人家都就用牙膏牙刷嘛 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见了伙伴之后呢 就给他一只牙膏 一只牙刷 然后跟他说 你拿回家试试一下 我跟你讲 包括我自己在内 第一个 跟我介绍爱多美产品的人 不是我的推荐人 为什么呢 他介绍完我了之后呢 牙膏牙刷 给完了我之后呢 因为我跟他讲 我很讨厌传直销 他就没有再联络我了 就没有再联络 朋友交给你的心 第一天认识的人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秘诀 可以告诉大家 这秘诀 我也是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 牙刷拿给他的时候呢 你要确保那个牙刷是新的 不过拿着给他的时候呢 你要打开 你要打开那个牙刷 再把那个牙刷拿出来 在他的手上面刷一下 跟他讲 那个毛是不是特别的软 因为你打开了 他回家会用 然后还有那个牙膏 你拿给他的时候呢 你要把里面的那个牙膏 那片东西扒掉他 然后你要按一点出来 就是好像有用过的感觉 这样就交给他 你看每一个salesman 因为我本身是salesman出身 每一个salesman 他把新产品拿给你 你要跟他买东西 他拿给你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箱 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 你就是开箱 把牙膏牙刷开箱了给他 他回去他会用的 你没有开过的东西 人家想 哎呀还可以放这些 还可以放这些 放放一下就忘记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你们可以学起来 然后再来呢 就是相信公司 因为你在选择爱多美之前 在你要决定加入爱多美之前呢 其实你可以去怀疑 到底这家公司 可以不可以赚钱 到底我可以不可以成为 民自动行销售大师 到底产品好不好用 但是你加入了爱多美之后呢 你就要去相信他 总不可能有人结了婚之后 天天怀疑他的太太 会不会轰颜出墙的嘛 对不对 如果这样天天去怀疑的话 更好不要结婚 所以爱多美也是一样 在你加入之前 你可以去怀疑他 你加入了你就不好去怀疑 如果你加入了 也天天去怀疑他 到底好不好用呢 到底能不能赚钱呢 那就不要加入了 所以相信很重要 你有了那个相信在先的话 当伙伴跟你说 Ison 怎么我这个产品 用了会这样的 你相信公司嘛 所以你就会跟他分析 到底你怎么用 你怎么去用它 你的用法对不对 你会慢慢的去探讨 如果你不相信公司的话呢 可能你就跟他一起起哄了 哎呦 怎么就可以这样的 这间公司 卖这样的东西给人家用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没有相信嘛 如果你有相信在先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说服你的伙伴 然后再来最重要的就是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你再看这个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或许很多人呢 每次他都会讲 Ison 这个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每一个人每天都讲 每一个领袖上台都讲 要去参加什么 中心的分享会啦 要去一支研讨会啦 要去成功学院啦 那我想问你一句话 如果每一个人在讲的东西 你以为他们真的是讲爽的吗 不是讲爽的 虽然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哇 怎么每次讲一样东西 就是去参加中心的 一支研讨会这些东西 这些好像没有办法帮我成功啊 不过你想看 每一个领袖 每一个成功的人 每一个在爱多美赚到钱的人 基本上我可以说 他们每次都会去参加这些东西 成功学院 一支研讨会 还有中心的分享 那我想问大家 有这里谁是不想成为 一名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至少啦 销售可能有些人讲 我想成为一名自动型的 imperial master 不过今天我只讲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而已 有谁这里不想成为 一名自动型的销售大师的 请举手 不想 不想 好彩没有人举手 他举手的话 我就要问他 为什么今天来这里 每个人都想成为 一名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对不对 那我想问大家 只是想想而已 还是真的是要的 真的要的吗 对不对 那如果真的要成为 一名自动型销售大师 真的要赚取 每个月8000到15000的收入 那我想问问各位 每一个星期 只去一次中心分享 会很难吗 一个月只去一次 一支研讨会 会很辛苦吗 一个月只来一次成功学院 会很浪费时间吗 不会 对吗 你们都会讲不会吗 对不对 所以七月份的成功学院 我要每一个人都在 OK 然后呢 当你完全地融入了 公司的成功系统之后呢 你除了你自己可以成功 你身边的伙伴 你带来的伙伴呢 都可以跟着一起的成功 每一个行业 当你的行动终止的时候呢 你的收入就归零了 没有一份工作 可以让你爽爽跟老板讲 老板 我要休息两个月 两个月回来 我再继续做 有吗 没有吗 对不对 就算你自己本身做老板的话 你觉得 你把店关了两个月 两个月回来 你再开的话 你觉得你生意还有吗 也是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只有在爱多美里面呢 他可以给我们 持续性的收入 就算 你什么都不做 你躺在家里 你的 把你的伙伴们 教会了如何 自己上网去购买东西 他们就会 持续地去购买东西 有没有发现到 1月6号开始 突然间 你的业绩飙升啊 有吗 对不对 GST没有了 就突然间 一堆人跑去买东西 就算你什么东西都不做 你也没有去推销任何的东西 自动的消费者还是会自己上网去买东西 那在我结束今天的解说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有一个更大的印象 给大家一个更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要去赚钱 你看到 这张图片 大家看得如何 金饭碗 代代相传的金饭碗 今天我就要告诉各位 爱多美 就是可以让你有一个代代相传的金饭碗 只要在爱多美里面呢 你不放弃 你坚持 你就可以 有这个代代相传的金饭碗 当然 每一个会员都想要有一个代代相传的金饭碗 每一个会员都想要有 把这个户口 当我做成功了之后呢 我要把它传给我的子孙 那我想问你 如果每一个伙伴都没有秉持着中心原则的话呢 那请问这家公司 可以不可以去到百年企业 不能 每一个人都要秉持着中心原则制 就好像今天你看到我们 每一个坐在前面的领袖 都有这个台码 对不对 都有这个牌子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中心原则制 所以呢 如果你想让一家公司 可以代代相传 可以变成一个百年企业的话呢 我们要坚持不抢线 不往上自己卖货 然后呢 也不去怂恿其他人跳线 这些东西呢 我们领袖 我们各位领袖呢 都已经commit了 我们也秉持着这个心态 去经营爱多美 那如果每一个会员 爱多美的每一个伙伴 每一个爱家人呢 都可以一样秉持着同样的原则 去经营爱多美的话呢 那我们的爱多美就真的 可以做到一个百年的企业 在这里呢 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也谢谢公司给我这机会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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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